翻唱 画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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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 打 打打 打打 又來到市場默博的時間 這一集繼續有曾淵倍博士 帝现做我們的嘉賓 博士你好 博士 你之前兩集跟我們講過 真正豪宅要有海景 另外要交通方便 還有一個廣闊的空間 還有私人花園 另外也提過余景灣 這個低密度國際化的私人海岸住宅區 不如這一集我們又說說大嶼山的發展潛力 學術的問題問你就對 你覺得大嶼山近幾年發展是怎樣 大嶼山的發展潛力很大 因為近年我們經常說大灣區 即是粵港澳九個城市 和兩個特別行李區 香港濤澳門組成的大灣區經濟體系 而香港在大灣區的定位 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航空輸流 有助提升大灣區的全球競爭力 即是我們上一集提過余景灣都肯有優勢 因為余景灣是位於大嶼山策略性的位置 經北大嶼山公路連接雙門戶 透過香港國際機場和港珠澳大橋 分別通往世界各地和粵港澳大灣區 沒錯 港珠澳大橋和相關的基建 將香港和深圳、澳門和珠海 組成城製一小時交通圈 這裡有巴士泡沫值得機場 又有巴士值得港鐵鷹路站 可以接駁到港珠澳大橋 香港考案的巴士 另外有的士到達港九個區 地理上是有優勢的 既然地理上有優勢 經濟效益又如何呢 大家都知道 香港國際機場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樞樓之一 連繫全球超過220個行點 可以在五小時內 由香港飛去全球半數人口聚居的地方 對要經常出國崗崗 或者要做跨國和國內生意的商人來說 住在機場附近真的十分方便 博士 現在機場正在擴展 未來的發展你怎麼看呢 現在機場的第三跑道系統正在興建中 現在在施工階段 將會創造13.9萬人工職業 住到2030年將提供12.3萬個直接職位 和16.5萬個間接和年代的職位 相信這些就業的機會 可以為附近的住宅需求 帶來增長 以及之前都公佈了 航天城正在興建中 到時就可以打造全港大型的商業娛樂 和零售新地標 我們又用這區來做例子 設立巴士旺管香港國際機場 我相信航天城的發展對這些區是正面的 大家都知道 漁景灣東面向海 可以看到廣島區中華至南區一帶 近年政府建議明日大嶼計劃 在香港島和大嶼山之間的中部水域 興建1700公頃的人工島 打算發展繼中環和九龍東後 第三個核心商業區 明日大嶼計劃 都會研究興建三個主要運輸走廊 道路和鐵路系統 這些建設會廣告大嶼山機場城市 和雙門湖的角色 如果再加上東方和小浩灣建議中 所新增的三個鐵路閘 相信大嶼山的交通網絡 將會進一步提升 又會成為香港未來發展的新動力 而嶼計劃位於大嶼山 相信可以受惠於這些發展的機遇 對區來的投資潛力 和住宅的市場有一定的支持 聽完曾教授的講解 和看完市場數據的分析 我想大家對大嶼山的發展 和嶼景灣的了解都多了很多 這一集市場脈搏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再見